那今天呢 我們這個哈佛畢業高材生 又是NBA球星的林舒豪 一直都讓大家有一種 好像文武雙拳 這個也會 那個也會 那我們就來問一下 他關於他的人生 他在教育上面 他在做決定上面 發生了什麼事 很多時候你要面對很大的決定 做很大的決定 但是你如何做最大的那些重大決策呢 我就真的禱告獨盡 然後相信上帝有一個完美的計畫 我覺得我每次禱告的時候 可能不會很快就知道 我應該走哪一個路 可是如果我就是 一直一直禱告 我就是覺得到最後我會 真正的知道我應該走哪一個路 然後就是裡面 我的心是非常peaceful 所以我覺得 也是像葉老師剛剛說的 如果你後悔 可能就是 It'll eat at your heart 我覺得當你 on the flip side on the opposite side 你知道你應該走這個路的時候 你就會非常非常peaceful 這樣我會很忍不住想要問Jeremy 他在選擇不同的隊伍的時候 他是不是也需要一直催眠自己 This is the best team This is the best team This is the best team 我覺得 所以我從剛開始到現在 我有三個人 就是從紐約到現在一直跟我 他就是 full time work on my stuff 一個就是我的 manager 他就是讀 Biochemistry 生物科生化 我的訓練是他 He finished law school 他已經讀完法律學院了 考完了也考完了 考上律師了 對 然後我的表哥 他是非常成功的在一些衣服的品牌 就是 a very high employee 很高位階的 對 他們三個 我第一 就是有這個零瘋狂的時候 我就把他們三個挖來幫我工作 他們現在 一直跟我 就是從那裡到現在一直跟我 可是他們從來沒學過怎麼當一個 manager 或者當一個訓練師 或者當一個 business developer 從來沒有學過 他們全部都花了二十幾年都是 去追別的夢想 走別的路 可是到當他們有一個機會的時候 他們有這個 flexibility 這個 bravery 可以很快就換 我覺得到最後 像葉老師說的 有時候你沒有好 就是你有兩三個選擇 不是說這是好的 這是對的 那是錯的 我覺得到最後你就是需要 follow your heart 然後你一走一個路的時候 你就用百分之百全力 the only wrong decision you can make is to not use your best to not give your best effort 所以我也是一樣 我選球隊的時候 有時候 選哪一個球隊不是最重要的 真的 我最重要的決定就是我每天 去那個球隊的時候 我到球場的時候 我有什麼態度 什麼想法 怎麼訓練 怎麼準備 這是 最重要的 每一天一個決定 而每一年你都還是持續的願意回來 參加各種講座 或者是 那這些東西 你願意敞開自己跟大家分享 是什麼價值觀 或是什麼信念 讓你覺得 OK 我每一年都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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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葉老師剛剛說的 如果你的目標 你的目標 你的目標 不是只是為你自己 我打球 我已經知道 如果我到最後打得很好 可是都是為我自己 我不會滿足 我已經知道了 如果我到最後賺很多錢 只是賺錢 到最後我也不會很滿足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這些經驗 這些東西都可以分享 可以幫助 希望可以幫助你們 然後也就是 幫助一些比較年輕的小孩 因為我知道我年輕的時候 有很多人幫助我 如果他們沒幫助我 我可能就 交壞朋友 或者這些東西 就是不知道我會幹什麼 可是一定不會打進MBA 一定不會去哈佛大學 所以我覺得也是知道我有這個 這也是為什麼我說 當一個運動人 我們最犧牲的就是 我們的生活 可是如果你問我 Is it worth it 值得嗎 我覺得一定是 因為你有這個影響力 可以真正的幫助很多很多人 然後就是 每年希望可以 就是 跟你們 分享我全部的東西 然後 像我們剛剛說的 我覺得從失敗你們可以學 比較多 我可以學比較多 所以我也不是特別怕 把我的失敗都講出來 因為如果可以幫助別人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件事 要怎麼跟爸媽溝通 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我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 我不跟我父母講 我真正的想法 然後就是偷偷做什麼 或者他們也不是特別了解我 或者我 跟他們 很誠實的講 我全部的想法 可是他們不尊重 我還會選 第二個 因為我覺得到最後 你的父母愛你 不是 希望不是因為你的表現 我覺得 你們很多的父母真正的愛你 然後就是 他們可能不會同意 你應該做什麼 或者做什麼 可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應該走這個路 不聽你們的話 到最後 給他們一個機會 我覺得你的父母會改變 會真正的了解 如果他們 他們真正的了解 為什麼 你想走這個路 你的 你的 passion 這些東西 如果他們可以 有這個機會 到最後他們可能 真的會 就是改變 我知道 我有些 extended family 不是我爸爸媽媽 可是 extended family 就是他們覺得 從小一直跟我說 不用打籃球了 不用打籃球了 什麼什麼什麼 可是到最後 他們真的看到 我那麼愛打籃球 他們就改變了 他們就非常 尊重我 支持我 所以我覺得 當你有這個 這個兩個選擇 我自己 會選的就是 很誠實地 跟我父母說 我很感謝 我很感謝你 給我房子住 這些東西 可是真的 這是為什麼 我想走這個路 這是為什麼 我想選這個 這個工作 或者什麼 如果小孩 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沒有目標 沒有想法 而且 沒有自信 你覺得 爸爸媽媽 或是老師 可以怎麼幫助他 你不能幫助 沒有幫助他 可是我還是覺得 到最後 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什麼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答案 每次都是 就是愛 我覺得 有時候 他們不知道 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不自信 他們 一直 不聽你的話 或者有機會 一直做錯 或者什麼什麼 一直選 不好的選擇 可是到 如果你一直一直愛他 一直一直愛他 到最後 他可能不會 很成功 可是如果他 到最後 真的相信 你真真的愛他 不是因為 他做好事 或者什麼 你就是愛他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非常成功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不知道 怎麼幫助別人 你就一直 一直愛他們